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公平的 减谁不减谁呢 他们都是无辜的 然而难怪不止这一处 冯瑶在怀孕七个多月只突发院升级高血压 随时可能发生抽搐 脑出血等状况 更可怕的是一旦发生排盘早刀 三个宝宝也将面临生命危险 尽管冯瑶希望让孩子在腹中多待几天 大危急的情况 只能让他选择尽快逃工厂 妻子被推进手术室后 在外等待的长宝君 终于没能忍住近日来的压力与担忧 崩溃大哭起来 经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医护人员的一番努力 三个宝宝提前面是 但却因为早产而被查出的患有早发败血症 大宝的头部组织 也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 很有可能面临脑瘫 一出生就进了重症病房 保温箱的三包胎能否转为为安 大宝能否得到有效治疗 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 他们一家又将如何度过接着而来的难关 妮平谈照顾儿子的十年经历 送审秘礼物 鼓励学霸夫妻阳光试者妮平 在得知这个家庭的故事后 决定动身去往北京妇产医院探包三包胎 看着躺在保温箱里身上贴满监测遗期的婴儿 同样身为母亲的妮平不禁落泪 在此之前妮平就曾经透露过 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 他推掉一切工作陪孩子去治病 这其中的困难与艰辛 他甚至不易 节目中 妮平还去到了三包胎的家里了解情况 在他的鼓励与安慰下 风瑶与长宝军能重新振作起来吗 女子本弱 为母则更 相似的人生经历 让妮平感触颇多 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给这个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 为此 妮平专程前往首尔雅之尔从康复中心 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命礼物 她还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工匠现场 驻镇这趟治愈之旅 到底妮平在那里准备了什么礼物 又是什么人会现身现 敞带来惊喜和希望吗 有真情传的温暖 用关怀传地希望 敬请锁定今日21点18分 北京卫视生命人生命的礼物第二季 让我们一起跟随节目感悟母爱的伟大 收获生命的礼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